这门课呢是我们是专门设计给华裔学生上的课 但是不是华裔的学生也可以上 那这门课呢是一门强化班 因为我们的学生基本上有一些听说的能力 所以我们就利用他们这个父母带给他们的听说能力 那在很短的时间呢强化他们的这个读写的能力 我的中文水平也真正的提高了 我没有想到我会能认这么多中文汉字 也没想到我可能写这么多中文汉字 我认为大学学生都应该学会一个外国口语 为了培养自己成一个跟世界联大的人 最近几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大 所以说到学会外国口语 我觉得学中文会对学生有最大的帮助 比如说上中文123XP的学生 不只学会图学听说什么的 而且也会学到很多挺有意思的中国语话 你从来有没有想过中国过年的时候 大家为什么都在放鞭炮 你也看到许多红色的东西 你吃粽子 吃汤圆 吃月饼的时候 从来有没有想过这些食品是从哪里来的 吃它们是表示什么 在家庭里 你从来有没有想过 你的父母为什么从小就对你这么严 对你的要求这么高 中文123XP这门课 不仅会帮助你学到新的生字 新的句型 而且也会帮助你更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 真的很有意思 我已经快闭了 但是很少见过一门课 让各种各个各个专业 各个年底的学生一起讨论 每一星期 每几星期老师让我们找些同学们 准备准备一个项目表演给大家 这真的是一个机会让我们不断讨论中国的文化 而且也是一个机会让我们谈谈自己的经历 有一次我要跟我们组谈谈欢迎和必愿的事情 恰巧我们组只有四个男孩 因为没有一个女生做代表 代表夫妻或者姑娘 所以你能猜一猜最后多可笑 我每次跟朋友出去吃饭的时候 我都不能认菜单 但是上了123XB 我现在可以读菜单了 可以帮朋友教菜 我就觉得很棒 自己很棒 大家老师问我 已经选了一个越南学 越南说的语言 那为什么再挑一个中文快班呢 我回答两个缘故 第一个就是 要是你要学中文 我觉得没有比要塞XB更好的一门课 第二个缘故 就是我自己最感谢的 你们的高兴的同学 你们的用心的老师 会渐渐地变成你们的好朋友 如果你们想学更多的中文 你们想和中文说得更好的同学交流 你们想有得到更多的挑战 那来学123XB 客气 any 你一定要学生军楼 这不会听 Mi technologies 以用正式的音乐 撒络以去 其中文 lieutenant 可以 balcon 点